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 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 是今天第三次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聊一聊的Cindy Cindy周 那么她的本职是一位律师 但是呢 今天我们大概不要谈这个律师话题 我们先请Cindy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然后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看看今天她怎么说 好的 谢谢雅秋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见面了 我叫Cindy周 中文名是周星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苏州 美丽的天堂城市 然后一开始先是来到的东海岸曼哈顿 攻读这个研究生是法学院 然后呢又在曼哈顿从事律师职业 有十年的时间 之后辗转吧 各种工作机会 有幸来到西雅图安家 变成了我的这个 这个算是第三故乡了 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觉得 真的是坠入爱河吧 真的是太美了这个地方 然后上次我们有谈到这个户外活动 是我的一个非常热爱的一个追求 有帆船啊滑雪啊 然后在森林里漫步啊 我觉得西雅图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 非常美的地方 应有尽有 好的 谢谢Cindy 上次呢就是因为谈到了西雅图 那我们就接着谈到了滑雪跟帆船的 那么你刚刚又提到的森林里漫步 那么森林里漫步是这个普通的平缓的森林 还是登山的那种森林呢 都可以都可以 我觉得我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吧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是两点一线上学 身体其实很弱 就是没有锻炼 有这个所谓的体育体育课 一个星期就两次 然后就是比较比较浅吧 一心就是一直是大脑大脑运动 就是脑脑部肌肉很发达 是头脑头脑发达 脑部的肌肉不太多 细胞脑细胞发达 我知道我知道 开个玩笑了 然后来到纽约之后 开始涉猎一些户外的活动 上次有说到 其实我的两个这个最大的爱好 包括登山三个最大的爱好 都是从纽约开始的 但是真是到了这个西海岸 特别是这个 这个是叫美西北吧 Pacific Northwest 这个太平洋这个西北这块好 真的是非常的美 然后就是身体越来越强壮 所以啊都可以 就平的也可以 然后很高的也可以 我最近刚刚啊登了一个叫Mountside 那个还是蛮厉害的 上去我花了三个小时 下来两个小时 石头是非常大块大块的 我原来以为下山可能只要一半的时间 大概一个半或者结果也花两个小时 然后而且而且就是一开始 就是没算好时间 觉得啊下山的时候 天应该还没黑 结果最后一段是打着那个手机上的电筒 就是全黑了 然后很好玩 像是哪里下山男呢 很好玩很好玩 然后就开始听到那个夜 叫猫头鹰嘛 在森林里叫 然后各种各样鸟叫啊什么的 很有很有情绪 那么刚才你说过 你是来自有这个天航城市之称的苏州 那么跟西雅图比起来哪一个更像天堂一点呢 啊这个问题很好 我觉得西雅图更像天堂 就是说起自然环境来说 绝对是西雅图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有 有山有水 而且这个水是分这个海水 然后是很 很波浪汹涌的海水 是是最西边对吧 跟太平洋就直接直接就是说连接的这个 呃是在奥林匹 奥林匹亚那个山山脉公园的在西边 那个那个浪是真的是非常汹涌 然后再到这个西雅图城市的这个旁边的海水 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平缓了 我们上次有说到这个帆船 我是多数是在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湖水 是海湾 海湾的话就已经很多这个浪都进不来了 对对对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湖水的吧 湖还分这个跟海洋连接的像华盛顿的这个湖 然后还有这个Sammamish 是跟跟这个海洋不连接的 或者说是至少开船是开不开不进去的 呃 然后再往上就是有溪流河流 然后我就真的是觉得 呃真的是什么都有 上上个礼拜天吧 我去看了一个呃三文鱼 就是沿着那个溪水从海一直一直往上走 就是相当于是沿着这个 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那个我是在那个Isaqua 是我我离我家比较近的地方 呃有一个溪水吧 就是说基本上是已经到了那个水的源头了 然后有一个自然保护区 然后那个那个三文鱼就是就是拼命的往上跳嘛 往上冲 很壮观的一个景象 然后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 我觉得呃下土的自然环境跟这个资源真的是非常的好 听说能够冲上来的这些三文鱼都是伤痕累累 虽然他们是体力最强的一部分 可能有很多在半途上就已经被淘汰了 但是能够这么不管是千里迢迢或者是更短一点百里迢迢的回来的都是身强体重但是也伤痕累累是吧 你看到了 我真的是看到了对对对对对他那个保护区他是有一个水池就是说能够跳上去的是在里边可能是来的鱼太多了 水池里边已经是非常的拥挤了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拥挤就是互相碰撞就不太有很多的这个每条鱼的这个空间很小 但是呃外面就更更加怎么说就是说呃呃 七美和壮观一些哈就是有很多鱼他的那个闸篮已经下来了就是蛮刻满了 然后外面还有很多的鱼等在外面然后很多就是用那个头去砸那个下来的那个铁门就是想进去嘛 就是奋不顾身的这样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很我觉得很真的是很敬佩这种这种大自然的这个力量哈 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保护区里边能够进去的那些就像你说的我看到有几条鱼就是说身体已经开始开始腐烂 就是说有些这个皮啊什么已经开始脱落啊什么的我一开始还还很好奇 我看不懂我说为什么这个鱼的这个下巴有一个荡下来的有一条这个后来听人解释就是说是实际上是他已经开始就是说已经到了生命的晚期 已经开始腐烂这样子可能他已经就是说呃就是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吗 他已经这个产卵已经已经就是说繁育后代的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 所以就是说大自然的循环的时间到了吗 然后就是那个观在外面的我就是看到有一些还在拼命的游 还有一些就是你看到那个鱼就是说已经已经已经放弃了 已经过去了对对对对就是说很躺在这个这个河滩吧河滩边的对对对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景象呢第一个让我想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句话鲤鱼月龙门 但是鲤鱼月龙门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少数的鲤鱼才能够月龙门 那么这个三文鱼好像是前波后继非常非常多的数目的去做 那么这两个可能当然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比喻了 另外一个就是事实上真正发生的事情 你对鲤鱼月龙门有没有什么印象 嗯我也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事情好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算是一个传说吧 月龙门就是说月上去之后真的是就是变成一条龙嘛 是吧好像是这样一个传说我觉得它的原始的原型可能就是三文鱼 或者是三文鱼的原祖 对对对或者类似的一种红颜色的吧 鲤鱼月龙门应该是我觉得是红鲤鱼还是什么 呃可能是有这么一种金龙 对对金龙鱼调和游 呃我觉得是对就是或者是三文鱼或者是三文鱼的祖先 或者是相近的 我觉得就是很多生物它有很相似的这个行为 因为这个行为呃对它的繁殖是有非常强大的意义的嘛 就是说它回到呃就是说离开海洋 海洋是就是竞争很激烈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 回到这个比较呃比较 我想说对我想说人烟稀少可能是鱼烟鱼烟稀少 或者说吃鱼的这个这个这个呃老鹰啊或者对对熊啊之类的比较少的地方就是比较安全 但是确实是很辛苦呃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止三文鱼一种都有这样的行为 呃说起鲤鱼月龙门其实让我最先想到的其实是高考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那个值非常一个直接的这个连接的印象 可能是因为因为我我第一期我有介绍我我的就是背景是我是在中国是高考 经过了我完全是呃就是说小学生初中需要考应该叫初考吧 然后然后初中升高中是是叫中考嘛 然后高中升大学高考一轮一轮考过来的我的这样一个背景哈 啊对对这个考试和排名和这个激烈的竞争真的是不是一点都不陌生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家长也好老师也好 对高考的形容就是鲤鱼跳跳龙门 所以这个是我直接的一个印象是一种啊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过独木桥嘛 对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一种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也是非常的壮丽 然后啊能够能够真正成功的很少 大家都很大家都抱抱有同样的这个美好的希望 但是真正能够跳上的很少的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现象吧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呃至少在这样一个传说当中没有说跳不上的就就直接 直接就是烂在河滩像就三文鱼 我觉得还好就是至少还是一条鱼 虽然不能成为龙所以还是有去除对 是这个一个是自然现象一个是比较像人文景观的那种感觉 这鲤鱼月龙门到了我们人类的身上 然后到了你这个对高考的联想这上面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当然呃其实说到动物界生物界的呃 呃应该说演化吧 是很很残酷的 那这些鱼他们其实在小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他们出生的地方到海洋里去 谋生 然后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各种的你刚刚说的天敌 不管是呃北极熊也好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鱼啊甚至是鸟啊 把他们吃的呃差不多了七七八八 然后呢回来还要这么痛苦的跟同类跟已经竞争到 就是说呃能够幸存下来的这些同类还要竞争回溯到呃出生地 然后好不容易的去跳上去能够产卵 那么跳不上去或者是呃炸门关了以后 他就没有机会跳上去 这个真的是相当残酷的一种呃 啊淘汰吧 那其实在生物界是这样子的 所以人类当然也是有用不同的方式来淘汰 也许像像你说的即使高考被淘汰了 还是一条鱼没有像三文鱼这样子就死在河滩上了 呃还算是比较幸运一点 对我觉得对你这么一形容是觉得这个三文鱼 有点可怜哈而且而且就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吗 说为什么对吧何苦 有这个感觉何苦来呢 这个从刚出生就开始面对精正的激烈的这个竞争哈 然后到海洋里面去九死一生 然后再回上来啊拼足了命 对真的是九死一生最后而且都是都是灰烂灾和谈 就是说他完成这个事业之后 实际上他的生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吗 就没有没有再必要再继续存活 所以大自然就是会把他们相当于是把他们的这个有机对对对 我有机材料相当于是回收然后重新循环这样是有点可怜 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应哈 对你刚刚的这个呃一个描述是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三万鱼并不觉得自己很凄惨 我觉得他们觉得自己很开心 因为他们是活得很精彩 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说大自然 怎么说就是说活着要有活着的样子 嗯对人类来说也是这样 我觉得人类社会的一个好处也是不好处是 就是说随着科技很发达 然后有很多的保护措施对吧 就是说人的肉体其实是和很多的生物一样是很软弱的 但是我们造了很多钢铁机器去保护我们自己 啊然后变得生活并没有那么多的危险 说实话我们并没有天敌对吧 我们是很多动物的天敌 但是我们没有天敌 嗯然后我觉得慢慢慢慢就变得非常的英文叫risk averse 就是会非常担心和会常非常去逃避这个风险 对风险有一种一种惧怕 嗯但是其实你换个角度看问题的话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说 你因为惧怕而去并就是说 选择一些安全的方式去生活的话 其实你并没有生活到 就是说你活没有并没有活到百分百那样子去体验 嗯很多时候你只有 只有不怕死的这种 嗯 以这种不怕死的热情去生活 你才真正的是活到了 就是说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把每一天作为你生命的最后一天来看待嘛 然后我觉得这么去想的话 三文鱼其实一点也不亏啊 他每天都当当做自己的最后一天 确实也是很很容易就是被吃掉或者被怎么样 然后他就活得真的是很精彩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很壮观的场面哈 就是我们很多很多就是参观 他是一个呃开放的给给游客参观的这样一个 呃算是一个算算是一个旅游地吧 然后这个桥面上有很多的人就是在往下看 然后真的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呃一个景象 我觉得看的很震撼也很感动 然后觉得能够从三文鱼 就是学到他的精神 然后能够能够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看到那种有映射 然后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像三文鱼那样子 就是硬着头皮撞一下呢 对吧 他们他们可以做得到 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也但是当然作为一个人人类之一 你的这个硬着头皮撞一下 可能比较呃后果比三文鱼好一点 他撞完了可能他就没有机会再撞了 如果他已经筋疲力竭 他就是还是倒在河滩上对吧 哦我看那些鱼真的是 我不知道他们撞了多少次 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心疼 就是我站在那边看了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 然后就就真的是不停不停的撞 就是每每五秒十秒就看到这个鱼往上往上跳 呃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所以我我在我突然一拍脑袋 我说啊原来我们我吃三文鱼是这个原因 是真的是他们的力气好大 然后真的是呃对很厉害 那个那个肉质里面有非常多的精神力在里边 我觉得真的是呃很厉害很厉害 那么你就是目测你说很多很多 大概有多少是呃上百上千还是有多少的 你看到的啊没有上千 那个河其实很小了 因为他已经快到源头了 就是这个河你如果躺躺 就是说人如果躺着这个溪水 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可能就是两三步就到了 就是蛮窄的一个溪水 呃 那所以过去的就是跳过去的数量不是很多 那么在后面没有跳过去的是不是比跳过去的还多呢 呃不是他是因为是这样的 他是因为是一个保护区吧 所以说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什么先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先发生 什么后发生哈 他那个保护区旁边的呃河水实际上是一个有点像那个就是蓄水池那种感觉的 就是有点高的 所以三万鱼跳到那边其实已经上不去了 除非他能够进那个蓄水池的那那边 然后那个门是关着就是就是进那个保护区的那边 但是那个门是关着的 所以我看到的大概没有上千大概几百条 然后就是而且排列的非常整齐 像是就是说他们之间肯定是有沟通的 肯定是有语言的不是说一条鱼就是一条鱼的 就是他们是有群部落或者说是有这个这个群组 甚至可能我是觉得可能是有鱼的领导 就是社区组织者我觉得 因为他们的排列真的是非常的整齐 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他们都知道在只能在这里等 因为就是说两边都是不行的 就是说就是自然往河上面的那一段是非常的高 然后水哗哗哗不突然的往下流 他不是自然的一个呃就说石头吧 他是这个人住起来的一个比较高 而且是两层的那种相当于是瀑布的感觉 就是水就一直在滑滑往下流 呃我感觉是上不去的 我我看了看了二十分钟我没有看到一条鱼上去 然后那边的闸篮的话就是说是可能是要等 就是我说那些看到有点差不多有点腐烂的那些鱼可能 产卵结束之后可能再会放一批进去这样子 所以其实有几百条鱼就是相当于是排成一个圆圈的那个状态 然后是非常就是层层叠叠层叠叠叠的 是蛮多的这样这样一群黑压压的一群鱼 就在那边相当于是在等 然后有大概那么两三条就拼命在那边撞撞那个门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呃怎么说换岗啊 两三条撞撞然后再再换换一批上去 还是说真的就是那那几条特别的厉害 然后相当于是呃义不容辞的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都当当时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我在想就说那些撞的鱼跟那些排队的鱼到底区别在哪里 对吧就是为什么是什么使得那些拼命撞的鱼就是有这么这么大的 充力不太知道我现在还没有学会这个三文鱼的语言哈 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沟通了我再给你汇报一下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Cindy的描述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接着谈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宪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Cindy 那他呢本身是一位律师 但是这一次呢跟我们讲到了西雅图的三文鱼 还有就是自然景观也是上次提到的 那么西雅图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人口不是特别多 那么周围的环境特别好 刚才讲到的是三文鱼都要到 会到西雅图这个地方来产卵 寿源它们很多很多种的三文鱼就是从这里出生 然后出海然后再回来 那这个呢是一个鱼生 就是它们的生命的循环 那当然了每一个生命都有它们这个不同的循环的方式 跟不同的长度 那么用到人类的身上也是天道循环 是希望是这个都不爽的这个情况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我知道Cindy跟她的先生是一起去看三文鱼 当然他们也一起滑雪一起登山各种的活动 都是一起做的 那么你们一起出去做些事情的时候 你们的感想或者是你们的这个观察的角度 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问题挺好的 我们的出生环境和成长经历完全的不一样 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就是完全是反的 黑和白的区别 但是很有意思 但是我们的性格又是非常的相似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就想挺奇妙的 就是说 我是这个中国大城市 城市姑娘好像你刚刚说的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竞争也好 然后来到熙熙攘攘的这个曼哈顿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接近这个自然 他其实是从小就是出生在德州 然后他小时候他父亲会带他野营去露营 真的就是在外面搭帐篷生活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抓小动物考之类的 但是就是非常的 真的是非常接触自然 然后他可以在森林里认得出很多的种的鸟啊 然后小的这种就是老鼠就是松鼠 就是各种各样的鼠嘛 然后然后还认得出这个是叫野野 就是说可以吃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对 就是他都能够认得出来 我觉得他有一种天生的和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和谐 可以说是一种 第六感嘛 就是一种直觉力 就是说他和自然之间是有一种交流在里边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去 森林里边去走哈 或者包括看这个三文鱼 很多时候我要 他来跟我解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不懂 就像刚刚说的那个鱼的这个 就是他的皮肤开始腐烂 我以为是就是他长的就那样 我说他为什么这个下巴有一条白白的 然后他说是因为他已经开始烂了 所以他就是真的是他想的很多 然后一直在不停的 而且他对这个自然的思考特别的多 然后有很多时候我会比较习惯的就是看现象 然后我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问问题的人 我会十万个为什么不停的问 然后他一直都有答案 然后我的我小时候有一档广播节目 我记得叫问不到哥哥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然后有时候就觉得他是我的问不到哥哥 我为什么他全都有答案 就是因为他真的是跟自然是融入一体的那种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比较傻 但是很有意思 我我是天生的 嗯怎么说 有对自然的这种热爱和融合 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但是一旦机会有了之后 呃我还是蛮快的 就是滑雪也好 这个翻船也好 我就一下子就就是真的是 呃变成我的这个非常热爱的一个活动 然后上手也非常的快 然后嗯 逐渐是把这个城市的一种禁锢去去剥离 这个枷锁去去卸掉之后 然后回到自然 嗯 回到我原初的状态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一类人 只不过是放在了不同的环境底下去去长大 对你这么说呢 让我想到了我自己成长的过程 那么我当然也是一部分的时间是在城市里成长 那么我从小是住在城市跟郊区的中间 所以不是远郊区但是也不是城中心 那那种感觉就跟后来如果说要住公寓啊 对高楼大厦的这个城市是截然不同 那个时候还有泥土 然后还有草木生物 啊虫可以抓虫啊 可以可以抓鸟啊 那种小时候还可以到池塘里去抓蝌蚪啊 抓小鱼 连这个水沟里都还有小鱼的这个这个生活环境 那么到现在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文明 这个城市就越来越没有其他的生物 有的话也是宠物 所以在我后来发现很多的动物都变成了宠物 很多的植物都变成了家里的盆栽 那个感觉呢 其实是有点可惜不太自然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宠物有没有盆栽 你自己的感觉又是如何 对这个我其实感想非常的深刻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 这个而且我想说这个不是不太自然 是太不自然 是完全不自然 有点和自然的原理背道而驰的感觉 尤其是把宠物打扮成各种奇怪的样子 把正式把他们的毛的颜色都给染了 或者是剪成 就是把狗剪成了狮子的样子了 把这个反正千奇百怪 我曾经看过很多的图片 这个有点可爱 你说到把狗剪成狮子 让我立刻想到的是我们的这些所谓的 生活园区都是水泥打造的 全都是这个 就是真的是不剩一寸草了 所谓的这个花园也都是人工的 得人工施肥 你不施肥它必须就死了 因为它跟自然是不连接的 然后你让我想到的是 那个修剪 那个人工种植的这个花园的这种形状 也是修的千奇百怪的 对吧 跟修狗毛有点像 你不觉得吗 有点的 把它变成了动物的样子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的样子 而不是植物本身的样子 那么我记得 我看到美国这边有一些树 我在想 它本来是这个样子 我以前看过的都不是这个样子 甚至还有一个就是茶 我们我在台湾长大 那台湾有很多的所谓的台地茶 都是灌木的 剪成圆圆的样子 这样采茶姑娘去采茶非常容易 那后来才知道 还有古树茶 这个茶树可以长到两三米高 人要爬到树上去采茶叶 那种就是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认知那种感觉 对我是在想这个区别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古人其实并不傻 很多时候怎么说 古人不但不傻还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聪明太多了 对比我们能够适应环境 能够在比较 没有那么多的保护的情况之下 面对很多的危机 而且能够生存下来 对他们而且是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他们知道怎么和自然和谐生长 而不是说一种掠夺性的 也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生存 对吧 就是如果不能够人和自然互相依靠的话 其实自然跟我们是一体的了 自然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最近听到一种说法 其实你砍一棵树 你砍的是自己的身体 真的就是地球的每一寸草 每一个生物跟我们人类是实际上是一体的 很多意义上是完全是一体的 是一个家庭 对 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 我呼吸的空气也是你呼吸的空气 我喝的水也是你喝的水 对 这种大家就是 都是地球上的生物 对 没错 所以无所谓说 你可以污染环境而自己独善其身 因为你的身体就是环境的一部分 对吧 环境污染了你的身体是不可能健康的 就是大环境不好的小环境 你的身体这个小环境也好不到哪去 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排毒嘛 各种各样的排毒 说中金树啊 对 把毒排出来以后呢 他就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又进入你身体了 他有这个机会的呀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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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我们有太多可以向古人学习的东西了 真的 就是你说到那个禅数 我就在想 他们不是不懂修术的这个道理 他们为什么不修呢 可能我觉得有一些道理 我们还没没领悟 或者说是忘记了吧 就是古人的一些智慧和知识 可能是失传了 我觉得他们 一些种植方式 他们用古法种植 就是说不像现代的人 那么先进用农药啊 或者用肥料啊 用化肥 而是用比较古老的方式 叫做古 古就是传统农法 或者是更更古老的农法 那我记得以前曾经看过 有一个日本的种苹果的人 他就决定用这种方法种 种了很多的苹果就不除虫 不剪枝 不除野草 那么大家都觉得他是傻瓜 因为一开始这个苹果是不能结苹果的 苹果树就长了几年 都是没有收成的 但是一直到若干年之后 我的一个印象是七年 不知道是不是更久 他的苹果变成了一果难求 这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因为味道跟这个现代农法 种出来的苹果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你有兴趣 或者是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这种苹果 就是由于他这个苹果的成功 大家才发现古人 其实是有一些比现代人聪明的 或者是说符合自然法则的一些做法 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那么当然也有像美国有这个 Heroom的这个西红柿 番茄 它就是不是现在改良品种 适合运输 适合大量的长期的储存 那么但是有得就有失 我们可以改良了以后 得到了这些适合现代社会 现代人生活的这些 不同的这个特质 但是呢就失去了它原来的味道 或者是原来特别吸引人的一些特质 就是这样子 就有得就有失取舍 那如果现在你愿意去做种这些 还有机会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急功近利吧 因为你接的越大 接的越多 你可以卖的价钱越多 但是大家都这么做之后 其实你每一斤每一两的这个价钱 还是下来的 所以到最后可能是差不多 就说 但是就说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 超级大的草莓也好 超级大的西红柿也好 各种各样的超级大 但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对吧 吃上去制造什么 味同绝辣吗 然后然后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 真的之后 我觉得很有道理 是一个营养师说的 他说你知道吗 现在的这种蔬菜和水果 都这么大之后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只是 就是说按照重量来算的话 只是以前的3% 所以整个的浓度降低了 对 所以你得吃10个西红柿 还不低以前一个西红柿可能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商人的做法 叫做薄利多销 那么你卖的多 然后你每一个赚的少 那我们现在是吃的多 每一个得到的这个营养价值低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个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吧 很不合算 因为你的胃 没有以前古人的10个胃那么大 对吧 所以我还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们实在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 如果我们吃的东西的质量 或者是能量够的话 我们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 我们之所以越来 胃容量越大 或者是说吃越来越多的东西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食物的这个 营养价值降低了 所以我们必须摄取更多 才能够提供我们身体 所需要的所有的养胆 可能是这个状况 你觉得可能吗 对对我觉得光是可能 我觉得太有道理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而且就是说 现代人一直生活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底下 其实你拼命的吃 但是你身体是知道营养不够的 对吧 不光是成分少了 而且是不均衡 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垃圾食品吧 就是说味道很好 但是其实你的身体会吃了半天 什么都没吃到 然后但是你吃进去的这些垃圾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可能是有阻碍 就是说堵塞某些循环啊 或者说是身体会要花很多的能量 去排除这些 其实你不应该吃的东西 但是你本来吃的有营养的东西就少 那身体的能量就很少 身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的 可以说是一台机器 精密的机器非常非常精密的一期 对他随时随地都在为你服务 就是说按照你你的想法 你需要做的今天需要做的事情 他在给你相当于是列一个列个列个 列个表格吧 如果今天有老虎在追你 那肯定是不顾一切的所有的能量 就是说就是会到你的四肢去逃命 对对对 但是一些比如说很多人有消化系统的问题 是因为 现在生活一直生活在这种 就像老虎在追的这种状态 虽然没有老虎但是 对但是你在办公室里有客人要追 有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是让你生活身体一直都觉得是存在在一种 生命危在旦夕的这种状态 所以很多自然的一些身体的技能 像像就是说把一些垃圾的这种物质去排除啊 消化呀 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健康的一些 完全就是停滞状态 所以我所以不是说现在到40岁就要开始检查这个这个高门和职场 是因为消化的问题 对吧 消化就是说消化跟不上的话 相当于是你很多的有毒的东西都在你的肠道里边 然后积累到一定时间 这个变成了一个一个普遍的一个健康的隐患 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蛮重要的观念 我想要请教的就是味道好 什么叫做味道好 到底是原味比较好呢 还是呢 后来的添加物啊 或者是调味量啊 或者是什么 加了很多以后你会感觉到味道好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你的大脑是可以被欺骗的 它有一个原始的运行的机制 那个味道好应该是说怎么样子对你的身体有营养 然后身体是和大脑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循环 feedback就是一个一个信息交换的这样一个一个回路 你身体怎么样子让你的身体健康 然后吃到能够有营养有利器 然后你的大脑就会指令说你要吃那些 你看到这个轰轰的西红柿 你会觉得啊垂涎三尺对吧 你如果是放到嘴里去尝一口 你觉得啊这个味道太好了 是有营养的那种 就是你自己其实是可以辨别的 我们的这个味蕾应该是有几百个或者几千个 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现代人的味觉有些时候只有几种 我我经常算是半嘲笑我先生 因为他是这个德州达拉斯长大的这个 他最喜欢的是味道是西红柿 番茄汁和盐 我说你然后就是吃汉堡嘛 就是说放番茄汁或者说放盐 不是番茄酱了 番茄酱番茄酱对 对对对 还不是真的真的自然的番茄汁 就是对人工造的 然后吃汉堡是放番茄酱对吧 吃薯条是放盐 我说你是不是只有两种味觉 番茄酱的味这个味道是很复杂的 所以不是只有两种而已 盐可能只有咸味 番茄酱要替他辩护一下 好吧好吧 要不然当初研究出番茄酱的配方的人会非常失望 我们讲到番茄酱可是又应该休息进广告了 我们等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可能不是谈番茄酱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也要去为您请到的嘉宾是Cindy Cindy Jo 她是一位职业律师 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 从西雅图的自然景观 到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 那上一段节目一开始 我是问到了他的 他跟他先生对他们看到的自然景观啊 或者是各种的事情有什么不同的角度 那他提到他先生是在成长环境是跟自然非常的接近 那么他自己呢在城市长大又跟自然比较疏远一些 但是在上一段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讲到了番茄酱这件事情 他先生呢最喜欢的是番茄酱的这个味道跟盐的味道 盐呢比较自然我可以理解 但是番茄酱并不是非常天然的一个食品 为什么像你先生这么接近自然跟自然一体的人 会那么喜欢番茄酱呢 Cindy你有什么解释吗 我觉得人都是有多面的吧 人是很复杂的 人的口味可能也是很复杂的是吧 对或者说我先生的口味是很简单的 但是是一种不自然的简单了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味蕾肯定有几百个 人是可以尝很多东西的 然后说说就说偏说到番茄酱了 其实也不偏好 是是完全在这个路上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从小你有潜质 每个生出来的婴儿 其实他的这个潜质可能都差不多 他相当于是一个 是白纸吧 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这样一个 接收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在这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没有得到适当的这种 经验的这样一种 一种激发可能一些潜质 他会休眠状态 我不觉得是永久关闭 我觉得人是永远是有潜力 学新的东西和和开发新的这个体验的 但是他可能就是一种关闭状态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 你你吃的吃的营养比较少的话 你的身体就是要去去用这个 有限的能量去安排做什么事情 对吧 那不用用尽沸腿 你不用的肌肉或者不用的这个味蕾 他必然是休眠状态 然后我觉得我先生的话 他虽然是 是他成长环境的一个一个共通点吧 就是说他是达拉斯的这种 所谓suburb 就是说 对郊区 就是说和自然还蛮近的 就是说他可以 他父母可以开车 可能开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可以到森林 或者说农场 那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的地区 还没有开发 还是农场 可以有这种很便利的 接近自然的机会 但是作为郊区的生活来说 还是比较单一和枯燥的 然后食品的话 你可能也是到附近的超市啊 或者店 那就是他们的吃法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潜质 但是没有开发出来 最有意思的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我们认识之后 然后就说我是对自然一窍不同 然后他给我介绍 自然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对食物一窍不同 我给他介绍 味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第一次 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 我带他去了一家川菜 我们那时候还在费城 然后是很辣嘛 各种各样的味道 然后他就就是 印象很深哈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 然后那个什么火锅呀 什么拉面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一样一样介绍 然后他每吃一样都喜欢一样 然后现在就发展到 他基本上中国菜 没有不喜欢的 只有两样东西 他我还没有让他适应 一个是鸡爪 臭豆腐 对俘乳 蛮对对接近 对 但是绝大多数 他的接受力特强 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个潜质的 虽然说他小时候没有开发出来 然后最好玩的是 他问我 他说我那么喜欢吃 你家乡的食物 为什么你不喜欢吃 我家乡的食物 我说喜欢好的食物很容易 由奢入简难 对 你让我喜欢吃番茄酱 拜托 不是不好 但是我觉得他有他的位置 但是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唱 到现在经过你的熏陶或者是调教之后 他是不是已经不只是喜欢番茄酱跟盐了呢 呃是也不是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小时候的这个培养 还是有根深蒂固的这个影响 我刚刚在你说休眠的时候 我也在想是不是被制约了 呃是制约 或者说是这样 我听到有些说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人的潜力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和庞大的 对吧 有一些说法说你大脑 就是说现代生活 你大脑的开发可能只有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十吧 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开发的 那这个也不叫制约 这个相当于是盲点 就说如果说一个人伸出来 嗯 你就把他眼睛蒙上 对吧 他虽然有眼睛 他从来都不知道看是什么东西 然后突然有一天 把把这个蒙蒙的这个布 就是把它给拆掉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完全不知道这个 这个设限 不能够对 不能够接受这信息 对对对对 不能够解读这些信息 对对对 可能是他大脑里的那个循环 都没有没有那个来处理这个信息的 可能是要慢慢慢慢再造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是缺失吧 是一种休眠或者缺失 对所以现在 刚刚讲到这个番茄酱跟盐的问题 也讲到了你家乡的食物 我就想到了苏州给我的印象是 什么东西都很甜的一个地方是吗 是的 但是他的那个甜 我直到来到美国 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甜 那是我受不了的 就是美国的甜是我受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甜字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一直在在苏州的时候 我觉得哎 我们家乡的食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甜 就是说 我妈烧菜的话 她必须要放放一点糖 放放撒撒一勺糖进去 青菜都要撒糖进去 我觉得好像吃小笼包都 那个肉里面都有 肉馅里都是有糖 糖味 对对 但是那种其实是很自然的 他首先他是遮糖 他不是这种带糖 糖精或者什么的 然后他是一种 他只是一种一丝丝甜 他其实是一种 就是口感上来说是微甜啊 或者是有那甜的那一点感觉 而不是说是甜到腻的那种 然后我到美国来 我就发现 这个什么叫真诚的甜 就是我吃不下去的那种 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苏州人会不会说 甜的发 后甜的那个感觉 不只是腻好像是 让你的喉咙都已经 受不了的那种甜 对对对 因为身体其实真的是很聪明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 哪里受不了 或者说有种窒息的感觉 好一定是 一定是什么东西太过了 对可能是对你身体 并不一定这么好好 而且这里的这个 现在就是流行这个 奶茶嘛对吧 就是也是跟几轮翻新 我觉得现在奶茶 可能跟十年前的也不太一样 真的是什么都放 然后它有不同的甜的级别 我一般是要 25%或者是没有 就是零 不然那个甜味 我真的受不了 对他们也在不断的进步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只能说 少放一点糖 后来呢他们就开始 有所谓的半糖 然后现在又是 你看又有四分之一糖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 真的是与时俱进 对对对 那么再请教了你跟你先生的这个 看东西不同的角度的这个问题之下呢 我想有一部分当然是你说的 你们成长的过程不一样 或者是说你们的环境不同 那么有没有一部分是因为你们大脑的构造不同 或者是因为你们是男女有别而造成的不同呢 也是也不是 我看得到有区别 但是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人类都有共同处 所以我说我们俩的原始构造是一样的 我们其实性格非常的像 甚至是一些弱点都非常的像 甚至是一些 就是说小时候的一些可能成长环境 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健康成长的一些 压力也好 或者说跟父母的一些关系上的一些 缺失 造成一些性格上的 就是说没有发展起来 也可以说是一种休眠吧 就是说都是很像 非常的像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因为他是男性 所以他不需要有女性的 比如说母爱的关怀 或者说是艺术的一种熏陶 对吧 对自然的 其实对自然的一种连接 其实是一个非常右脑的东西 是一种创造力和一种亲和力 那左脑的话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说是更加可能是男性化一点的 这种就是说按照流程去运作 然后是一种每天的做工的这样 这样一种往前冲的一种冲力 我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这两个都要有 就是男性能量和女性能量 在男性个体和女性个体体内都是有的 而且都是需要达到平衡的 如果说有任何的不平衡 很多的不平衡是来自小孩子成长环境 就是父母的环境的一种不平衡 对吧 父母离异啊 或者说一方有什么 就是说可能就是缺失 一方就是缺失 或者说是父亲比如说有家暴 等等的这些 那会不会还有是这个 男孩子被当做女孩子养 或者女孩子被当做男孩子 或者是对他们有这样子的期许 期许让他们有什么样什么样的 这个成长以后的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孩子就自然的 或者是不自然的朝那个方向去成长 绝对有 我觉得期许是一方面 我觉得是期许加压力 就是说父母的期许 我其实最近研究这个很多 因为我也研究一些 就是说我自己 自己在生活上的 我觉得有一些缺失的东西 就是说没有特别 享受生活的方面吧 有一些隐形的一些压力 然后我就在想这些压力是哪里来的 然后最后都是追溯到 我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经历 然后父母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天下没有不爱 就是说自己孩子的父母的 但是他的表现形式会不一样 有些时候 你的父母 他的自己的父母 可能对他不够好 或者说有任何的生活上的这种压力 给他造成了很多的 可以说是心理阴影 或者说是性格的缺陷 然后在他做父母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表现出来 相当于是这个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是一种 就算你不想传 它是一种被动的遗传 它是会有一些 正面也是可以遗传 负面也是可以遗传的 这种性格遗传 那如果说 比如说你 我最近正好在研究这个 是心理学上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非常也非常感兴趣 如果说你的父母表现出一种 我刚讲的家暴 家暴其实只是一种 还有很多的这种冷暴力 对吧 就是说是不理孩子的这种 其实也是一种暴力 就是说父母的行为 再加上孩子天生是 他刚出生很柔弱 他需要父母的爱 所以他有很多的行为 都是去 我怎么样子做 能够让父母更爱我 所以这是一种对他的压力 不是说父母说 就是说期许孩子就自然去做的 而是说孩子要取悦父母 或者是自保 自保的一种 对对对 对或者很多时候是模仿 就是说是 我父母是这个样子的 那大概一个成长 就是说成长的这个男性 或者女性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会去自然而然去模仿 对 对我听过有一些人说 我现在在骂孩子之后 怎么搞得觉得 好像听到我妈妈在骂我一样 我觉得说他已经很习惯 在某一种情境之下 就会用他以前听过的这种方式 来教育他的下一代 那当然了也有 我也听说过 有人非常非常的不希望 他的父母是用这种方式教育他 就非常的不能反抗 但是希望以后对自己的下一代 不会是这样子 可是真正面临到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呢 好像他还没有学过其他的方式 他又自然而然的把他父母对待他的方式呢 又转嫁到了他的子女身上 也就是你刚刚说的 或许不是遗传 而是传承了吧 因为不一定是刻在基因里面的 而是说在生活里面 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就模仿 你刚刚说了模仿 而没有别的这个role model 就是没有别的这个模范 去让他来模仿 他就很自然而然的 把他印象中的这个复刻出来 所以如果对父母不去学习怎么样 做父母的话 那就一定是会用自己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 来对待以后的子女 对 而且这个其实不一定是一种学习 这个其实是unlearn 而不是learn 对 已经学习过的 要再把它给统统忘掉 对 抹掉 而且这个其实牵涉到下意识的训练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大脑 你有意识的那部分 可能只有5%到10% 90%以上都是你的下意识 这种行为的改造 其实是要用到很多心理学的东西的 那也就是你现在感兴趣的东西 对 没错 那么你觉得你学习到的东西 对你自己来说有很大的用处吗 或者是你想帮助别人 对 对 在我身上已经有非常积极的这个效果了 然后我再用它去帮帮助我自己和我先生 然后推广到帮助别人 我的客人 其实我的我的这一行是讲家庭传承 对吧 和财富财富的传承 和对孩子的和下一代的这个期许 所以跟我们讲的这些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很多东西是可以帮得到客人 那么在你的客人方面呢 是哪一些问题是最最需要被帮助的 也就是说大家最容易共同有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对对财富的一个看法 就像你跟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对财富的一个关系也是可以下意识的传承的 就是说你父母一辈是非常贫贫穷 即使你自己赚了很多钱 你还是觉得自己很贫穷 然后你的很多行为也是还是以一个贫穷的 的行为去触发做一些事情 待人接物会影响到你整个的一生的这个幸福感 和你的生活的这个这个创造型对吧 你不希望这种负面的东西去传承给下一代 对但是有的时候身为父母的人 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是负面的东西 比方说如果是我生在一个这个比较贫穷的时代 我会觉得我应该要出存很多东西 或者是存钱或者是少花钱等等 就是甚至是非常吝啬 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对他不负面 但是到换了一个环境之后 他就变得负面了 对所以他就很难意识到这个这个情况 因为他是从那一个环境生长出来了 换一个环境以后 他也许没有办法像我刚刚说 接收或者解读那些新的信息 他就不太能够改变他原来的做法 或者是想法 对这个很多时候就造成了亲子之间的矛盾 其实对吧 因为孩子生长的环境 完全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特别是美国长大的孩子 他会觉得自然环境很丰富 像西雅图这么美的地方 根本就不存在说是要一分一分钱省下来这样子 但是我父母辈就是那样子 所以你说的我确实也是切身体会 但是环境变了 人的行为必须要跟着变 对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也就是说人怎么样能够自自我反省吧 或者是说认识自己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有所怎么说认知 或者是觉知 知道自己什么样的做法是合适合理的 什么样又是不太合理应该要改变的 那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功课 而且可能是一生的功课 绝对是一生的功课 对我觉得这个是自我认知 那么今天我们从比较轻松的话题呢 又讲到了比较严肃的地方 也非常谢谢Cindy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我想以后还是要再请你来继续的把这个话题接下去讲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又只能讲到这了 非常谢谢Cindy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晚安